感谢嘉义车的消息要来看的是 嘉义车十位国中学校长在 副市长理事长的专业之下 在整整让日本进行的教育科探 并将日本推行中有信号的 十余学习共同体定教育改革的经验 来带回来台湾 要让嘉义车的教育练继续来提醒 嘉义车的教育科探团 全让日本登区五天四夜密集科探行程 参访届市美园中学 基督市白路中小学 科探日本均日进行教育改革 和十共同体成功经验 以及推动十余的进行 回够日后分享参访性格 嘉义车副市长理事件表示 以后一几年天五十字 官司教育立调查当中 由第三名进步到第四名 关键在于嘉义车并免费 这些进行好好课定 跟教育改革 这次科探团为嘉义车剩计30年来 第一次专团由教育经纹组成 意义不缓这几码中断 日本整个教育最值得我们去 从根学习的地方是他们对纪律的要求 纪律的要求展现在吃饭 展现在校园规划 展现在学生校外的教学 所以学生纪律的调整 从生活中去学习去处理 我们觉得这一次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它是最难做 但是也最应该做最基础的部分 我们都想这个部分我们应该从根来做一些探讨 跟学习跟做一个典范 对日本教育的业体设施 教育内涵 以及教育规律都有尊敬的印象 校团一管教育 核实供东区 高级收获的专业建设 优先的交通网普通 山西立华 极楼美华 驾楼上客 共化核心体设认定定 都在作为市府 未来推动市政一业改革的参考 学校里面它围墙非常简要 操场就是一块落入的泥土地 校门也是不起眼 校舍非常简单 也没有传达式 所以他们是例行是 这个简约 朴实 切要的校园经营哲学 所以有一句话就 Just enough It's good enough 够就好了 你不必预约 不必有额外的投资 就是能够达到你国民教育的要求 它也就可以了 这简约哲学 其实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参考 李实斌表示 政策建策教育方箭 来教育的一台市集园 高级市长安民会 已经这次教育处定上官团 省力推动委员 以及同做收拾 调求引致日本成功经验 让甘季市的教育列继续提升 世纪新闻 蔡冰冻甘季 甘季市采光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